3月23号 2023蓝美朗读者 继中泰文化交流互建主题论坛活动 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会场设置在中国广西南宁和泰国曼谷两地 中泰两国的青年作家 诗人高校诗生通过中泰文学作品鉴赏 舞蹈表演 乐器演奏 民俗文化分享 带领观众感受两国文化魅力 共序中泰友谊 通过这个活动中泰两国的民众 可以更加亲密地进行一个接触到对方的文化 增进两国的青年的情感联系 更加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今年是蓝沧江 湄公河合作启动7周年 活动主办方介绍 2023蓝梅朗读者活动只为中泰两国民间交流搭建平台 增进蓝梅青年情谊 自活动启动以来 近百名中泰朗读者通过直播迎送中泰经典文学作品 西粉无数 本次朗读活动我用泰语朗读了 有梦才有远方这个诗歌 朗读了这篇诗歌对我的泰语方面有了一定的提升 我计划是今年的六月底七月初到泰国留学 我希望自己去到泰国留学之后成为一个中泰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吧 这次我朗诵的诗歌叫愿意 我觉得在这次活动中泰国学生用汉语朗读中国诗歌 中国学生用泰语朗读泰国诗歌 这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 我希望这样的交流活动能多多举办 据悉 作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 多年来 广西培养了大批东南亚小语种人才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黄诗雅表示 学生们在活动当中提升了语言能力和跨国文化交际能力 开拓了国际事业 这次活动的话能加深 学生对这个泰语口语的一个锻炼 也让他们有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 也让他们知道了他们跟泰国人之间的差距在于哪里 因此来说 学生在这次活动当中 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能力 他还提升了这个跨国文化交际的一个能力 还有开拓这个国际视野的一个能力